痛骂蔡英文 痛骂民进党 假台湾人 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 而不是迫害台湾 台湾真的太乱了 被台独分子所绑架 我就不理解国民党你们干什么吃的 你们到底是不是执政党 难道中华民国不是中国吗 你们可以反共 但是大陆你们不要 大陆人民的生活也等着你们归来 他确实是不喜欢中共的 他也不喜欢所谓的台派跟台独 所以啊 你现在真的是两面不是人 两面不讨好 哈喽大家好我是巴九 今天讲两件事情 最近Jack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算是整个反共圈跟舔共圈 总之所谓的华人圈都知道这件事情啦 今天啊 我还是要帮中国人平反一下 其实我们台湾人啊 也在诈骗你们 我昨天看到这个新闻啊 顿时间我笑死 是什么事情让我笑死呢 来首先啊 就是这个 在我们花莲有三十几个诈骗犯 法国诈骗一些中国的百姓 还造假这些文件说 哎 你要给我钱 你不给我钱的话 我就帮你关 我就帮你枪决 重点是很多人信 于是台湾警方在昨天花莲一家民宿 就破获这一团诈骗犯 那这个诈骗组织啊 现场还收到他们拍摄的道具啊 公安的制服啊 还有那些民主富强的标语嘛 还有北京市公安局的警政之类的 甚至他们有专属的房间 打造成中共公安局那样 可以视讯给那些被诈骗的中国人看 哎真的是公安耶 这公安局耶 哇北京市的啊 哇好可怕啊 首都的警察耶 即便中国那片土地上大部分的人还是小粉红 清醒的是少数 但这件事本身就不对了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到这个新闻我还是很想笑 台湾人假冒中国公安骗 然后还假冒警察打直播电话给你 所以这反映了什么事情 因为在中共当警察当国保 当公安人员 甚至当城管 他是有这个权利 可以这么做 所以这些中国百姓他怕 他可能也知道 这些中国公安或是那边的人在违法 在做这件事情 但又怎么样 他们有枪杆子 这些台湾诈骗犯看到这个商机 去假冒这些中国公安去骗钱 他们已经够可怜了 被中共割一波 还要被台湾人割一波 河北之前不是泄洪水灾吗 中共终于释出了补偿款 于是啊 有网友就把中共的数据给挖出来 发现啊 按照中共的标准 每位S的人员呐 赔偿不低于两万元人民币 诶这是有文字游戏的哦 不低于两万 在中国的那样尿性 那就是两万零一 三万 四万 对不对 按这个标准去赔偿 而S的人数也是他说的算 对不对 而在中国的农户保险保障政策 里面也规定啊 每户房屋保障额为四万元人民币 也就是说你房屋全毁啦 最多就赔你四万 除此之外啊 像你室内的财产 我就赔你七十% 上限是五千 也就是你这个七十% 如果超过五千 就是只有拿五千 那残保地区的人 如果S了 诶每个人可以赔到五万人民币 What 而且更暖心的是什么 如果你有些农地啊 受灾了 每亩地的赔偿金 只有九块人民币 那一亩地是什么概念 换算一下就是我们台湾三十点二五平 那也就是 如果你有三十亩的农田 你这三十亩因为这个洩洪全没了 农作物都没了 诶不好意思 我只赔你两百七十元人民币 我真的会笑死耶 你在退零还根啊 你看你退零还根 然后已经被农馆剥削成这样了 然后你又收到这个泄洪 两百七十块 你一年就赚两百七十块 你前面的成本都回不了耶 但是还蛮多的农民啊 感恩戴德 因为他认为这是天灾 因为他认为这是我保护首都 你看他给我两百七十块 要是台湾做这件事情一毛都没有 所以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发现花莲的诈骗犯假装是公安骗小粉红 我还会想笑的原因了吧 当然这些诈骗犯里面甚至还有香港籍的成员 相信我 这一类人绝对不是因为他反共而去诈骗他们 因为你反共要针对的是中共而不是中国人民 即便那些中国人民多数是小粉红 而在那些小粉没有去呛你没有去亲爱你权益之前 你主动去弄他这就是你不对了 OK我们接着来聊第二件事情啊 大家应该也蛮关心这件事情的 就是前几天网友有把Jack以前的脸书页面传给我 结果我发现啊 他2017年就来过台湾哦 首先你来台湾是需要财力证明的 即便是这次2023年他要来台湾之前 他甚至还去了韩国也拿到了美国的签证 他也去了马来西亚很多很多国家啦 那这些中国人想要去的话 想要取得签证的话 都需要更繁琐的财力证明 尤其是美国 不仅需要提供存款证明之外 还要有半年内的交易记录 与三个月的收入证明 最好是能附上房产车产 不动产啊什么证券股票啊 能更加大的让美国发给你签证 那在这期间呢 他还周游列国 像是什么东南亚南亚甚至到土耳其 对吧 OK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他公开的这个脸书 来我们可以发现他2017年 他打卡在南投 但是他这个就是我们花莲的七星坦 跟这个东部海岸的这个地方 然后他还去了这个中列池拍照 拿了中华民国国籍 他说我看到先烈和平环境 我很想哭 然后他还挺红秀柱 对不对 支持红秀柱 然后支持朱立伦 然后痛骂蔡英文 痛骂民进党 假台湾人 台独 他讨厌台独 难怪他那个时候会说 我所谓的称他 对吧 难怪他会看不起我们这些 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台派 因为他就是个大一统情节的中国人 他就是想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 应该要有台湾人帮助他民主 因为他可能以为中华民国的民主 是中华民国带来给台湾人 你错了 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时候有民主吗 中华民国来台湾的时候有民主吗 没有 那他为什么民主 刚好碰到李登辉 他是我们台湾人 下面的我们的民众有在反抗 美国也有出一些力 三者缺一不可 所以凭什么我们要帮你 你们流血流汗的吗 你们没有流血流汗 为什么我要帮你 所以你看 他就是想借他人之手 坐享渔翁之力 跟他这次所谓的诈骗的事情 基本一样的逻辑 这个图 这个大头照是哪 俄罗斯吗 所以他还去过俄罗斯 所以我们基本 从他的脸书上是可以知道 他确实是不喜欢中共的 他也不喜欢所谓的台派跟台独 因为他认为 台派台独不应该存在 我们就是中华民国 但是他现在拍的影片 那个时候募款的影片 他不能这么讲 他这么讲 他就募不到钱了嘛 所以啊 你现在真的是两面不是人 两面不讨好 来 看他2014年的发文 我好想去台湾玩 可惜没有钱 好想去夜市 好想感受一下 久违的民国民主 好想多认识几个大学生 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 而不是迫害台湾 台湾真的太乱了 被台独分子所绑架 我就不理解国民党你们干什么吃的 你们到底是不是执政党 难道中华民国不是中国吗 你们可以反共 但是大陆你们不要 大陆人民的生活也等着你们归来 但是看看你们是怎么被在党欺负的 过几年 台湾的孩子连民国都不知道了 所以他就是一个大一统的人不是吗 你这句话就好像当年的日本人跟我说 难道台湾不是日本吗 以后台独的孩子 但是连日本帝国都不知道了 你什么立场 你站在殖民我们的人的立场 然后你现在这个国家 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侵占殖民 你们可以反共 但是大陆你们不要 大陆人民的生活也等着你们归来 他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反共 我要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要推翻中共而已 而是我们要去打战 我们要去收复他的领土 我们要去解救这些所谓的大陆人民 你们自己出了什么力 我跟你讲 在大国家大领土之下 只有你们自己内乱 只有你们自己去内斗 才有机会走向你们想要的国家 或是想要的政党 你看一下一战的时候 俄罗斯帝国是因为打战崩盘吗 不是 他是内乱耶 他是帝国主义跟共产主义内乱 像是二战的时候 希特勒打下苏联控制的 像是很多油田的那些地方 希特勒明明有机会去宣扬这些人 删起他们国内的叛变 因为有些人被共产他很不爽 为什么我被打土豪分田地 但是当时希特勒没有这么做 他弄了这个日尔曼主义优越为主 他也是鄙视这些人 如果你真的想让苏联瓦解 你那个时候就要让他们去内乱 我们再来看大陆这片领土也是啊 八国联军啊 鸦片战争啊 印法联军啊 亡国了吗 没有亡啊 没有亡啊 没有直接威胁到北京的中央政权 但是太平天国有 对不对 只是他没有成功 然后再来这个 袁世凯孙中山 他有 因为这是属于所谓的内乱内斗 你自己看他还说什么 台湾的孩子会变成这样 国民两党都有负不起的责任 国共内战 国民党策略到了台湾 整天在教育上宣传中共是多么可怕的 但是台湾人民不知道 误以为中共就是恐怖大陆 之后民进党执政为了迎合基本教义 和日本人畅改历史 把台湾和大陆的历史分开 故意强调本土 我只能说啊 虽然每个人都有过去 像是陈老师 他以前也是个小粉 脱离小粉的时候 他也成为所谓的民国粉 对吧 他也是想要所谓的大一统 他那个时候还来呛我不是吗 他自己也公开说过嘛 但是2023年的他有转变吗 我认为没有耶 因为他有一支去日本的影片 他说 这是他爸第一次出国 来日本是第一次出国 所以你爸到台湾不是出国 OK 所以你明显还是个大一统的人 所以我不知道捐钱给你的这些人 这些长辈 你是不是也认同他这样的观点 如果你坚持你所谓的大一统理念 你就不应该在影片里面 一直吹台湾吹台湾吹台湾 你应该把台湾这个词 改成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我第一次来到中华民国 我来到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的人都好热情 中华民国太赞了 我爱中华民国 你应该一直这样讲 而不是 我爱台湾 你们台湾的人怎么那么善良 台湾人怎么那么好啊 所以很明显你知道 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赚钱 讲什么样的话 你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 所以你这种人 不叫投机分子 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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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